今天中午,要是不想回来吃饭,我给装点零食,还有下饭菜,记得和同学分享,知道吗? 沈志书如今在私塾啊,那已经是风云人物了,无论是学习,还是每天都有新奇的零食,都已经让他有很多好朋友。 不过,要说最好的还是魏紫阳,这孩子说过的话一直在遵守。 本小姐过来了,还不快行礼。 忙里偷闲的傅思雨来到沈家,将乔景文堵在厨房里,上来第一句话让他迷惑了。 我听说你们家要买宅子,我可以带你去看看。 乔景文深刻怀疑,这货是在家里安装了什么窃听设备吗? 要不然,昨天只不过和沈渊提了一嘴,他怎么就知道了? 那感情好,整个城中,谁不知道你傅思雨啊,是傅家未来继承人。 有你在的地方,他们还不得将最好的宅子给贡献出来啊。 而且当初,你可是超能力满满啊。 傅思雨听到对方在打趣自己,立刻脸红脖子粗的,想上前揍他一顿。 都说了,好汉不提当年有,为啥总是提起自己当初所做的那些错事呢? 好了好了,这是我刚做出来鱼饼,刷点我秘制的辣椒酱,尝一尝,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进的。 看傅思雨细脚慢咽,充满忐。 嗯,酱料有点咸了,再给我拿一个,我再来仔细地尝一尝。 傅思雨一本正经,将一大块鱼饼吃下去了,皱着眉头,细细咀嚼着。 乔景文被他完美的演技给欺骗了,顺手又从锅里捞了一块粉红色的鱼饼递给他。 家里还有事,我先回去了。 傅思雨扯过一块油纸,还有一勺子酱料,就飞奔出门,压根儿没有再看乔景文一眼。